以周志远的说法 应该是有人进入那个永道了 伤了这么多人 实力肯硬不一般 没准还是学不进高手 你确定要进去呢 我倒是想看看 什么东西值得让他放弃这么多灵珠不娶 有高手 什么树 这世上只有天舞进底上的强者 才能够平平飞升熬入天赐 而只要掌握了预攻术 练持零物件也可以做到卡红而行 就算遇到玄武进高手 也可以逃命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愧是玄武进修为的千锋宗主 千锋宗主 杀了外面那么多高手 还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看来 他就是周志远所属的那个同家伙 这感觉 你是戒灵师 这人是戒灵师 你鬼他呢 这下他人是都在不开手 感觉是阿姨红树啊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在这儿 这小子绝能找到这儿 趁人之威坐收于理 非我本意 实在是这玉空树太过诱人 小子在这里 将二位前辈告罪了 别看 别看这小子 只有区区零武进的胸位 但其精神力 却是你千锋宗主所不具备的 只要他一直坚定 你这玄武进的威压 根本瞒不住他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怎么回事 光有精神力 还不足以融合玉空树这种级别的武器 不具备足够修为的话 玉空树将会反噬他的精神力 然后从其体内浮出复原 继续等待真正的主人 你个老花头 就知道你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玉空树 若不能再创奇迹的话 那你也只好昙华一线与命于此了 怎么 是玉空树要浮出来的吗 感谢观看 信息赞 oin猛树 是玉空树的 我们今晚我们还在你的甲树 是玉空树 这叫你玉空树 是玉空树 这是玉空树